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美股指数在屡创新高之后 本周在美中贸易谈判进展出现僵局之下 上升的动能受到了压抑 究竟此时美股还有可能持续攀高吗 美联储连续三次降息 真的是符合目前经济情况的适当决策吗 另外在降息环境中 地产相关标的还有没有机会 今天节目当中再度访问到的是 会胜金融的首席经济学家陈凯峰 他也是纽约大学的教授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 会胜金融的首席经济学家陈凯峰先生 来给我们探讨一下最近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 凯峰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联储在今年是连续的三度降息 您觉得它这样子的举动是一个符合经济现况的合适的决策吗 那当然大家也关注就是12月份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的降息 好的确实今年美联储和去年的动作整体是个180度的转向 那大家都知道一直到去年的12月份 美联储是连续的加息了9次 当时还是说会继续加 那今年呢首先上半年没有加息 下半年从7月份开始连续三次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都是决定降息 那除了降息以外呢还做了就是流动性注入 就是每个月增加600亿美元的流动性注入 那这个呢力度是非常大 实际上也是证明了就是说美国经济整体现在在增速在减缓 像去年GDP增速平均是3%左右 今年上半年是2%左右 现在是到1%左右 那这个迅速减少的增加速度 那这个对于经济是一个大的担心 所以联储的降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那很明显的在这个连续三次降息之下 这个我们的股市啊这股指就一直向上升 那倒只是已经占上28000点以上了 您觉得在接下来还有上升的动能吗 今年的美股的上涨实际上有很多的原因 一部分原因当然是这个美国企业 它的大规模的回购 6000到8000亿美元的回购股票 那这个呢却是推高股市 另外一部分原因也需要注意到是要结合去年 今年美股平均可能上涨20%到25%之间 那原因一部分原因也是去年的四季度 特别是11 12月 2月 美股各大指数平均的下跌20%到30% 那这样的实际上今年的上涨 是对去年下跌的一种纠正 从估值水平来看 现在和2017年年底 或者2018年年初的估值水平是非常接近 所以说呢现在是上涨其实是并不是一个过度上涨的问题 是一个就是说历史的均值回归吧可以说 是那孟格斯丹利其实还有一个最新的报告认为 蛮看好的认为这个到年底 标普500可能还有大约四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 您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吗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可能继续上涨的 首先从一个动能来说的话 整体现在是牛市 牛市的时候确实有个说法牛市不言顶是吧 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企业来说 现在利润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 它只要继续有利润流入 继续进行回购 然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又比较宽松的话 美股继续涨几个百分点 我觉得是非常可以预期的 是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降息的环境当中 是蛮有利于这个做地产方面的一个投资 那您认为现在投资人适合进入这个地产相关的投资标的吗 例如像是地产基金之类的 好的 作为我们对市场的观察来说的话 现在这个美国的房地产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挑战 首先从房地产来说要分居住居民地产 住宅地产 商业地产 商业里面包括是比如说是零售 办公室 也包括数据中心 也包括医疗等等 那各个行业呢其实像我个人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来说吧 就是像纽约等等地方的那个办公室存在一个供大欲求的问题 控制率比较高 然后住宅呢可能一些大城市住宅也存在一个就是供应过大的问题 但是呢如果去看比如说数据中心 比如说包亚马逊 谷歌等等公司开设数据中心 全美这一块的地产呢是非常不错 还有呢包括就是像医疗这一块 就随着人口老龄化 像我们公司在那个北卡罗兰娜州 做的医疗房地产 整修医院 手术中心等等 这块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 还有是包括就是叫物流中心 就是配合电子商务 做配运 做仓储等等 这一块的机会也很好 就房地产这个行业我觉得要非常细分来看具体的行业和地点 你就是说其实如果现在投资人对于地产的这个标的有兴趣的话 其实一般的住宅办公或许不是那么建议 但是您刚提到的这几个比较特殊的项目 像是仓储啦这个数据之类或医疗 那或许就是投资人其实现在还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是的是的机会非常的好 还是因为实际上当然你也提到了就是降息 降息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整体的宏观来说是个好事情 降低他们的财务成本 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投资人来说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是那还有点时间问一下这个中美贸易的一个问题 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发展都不错 当然就跟所以近期这个股市的也反映出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进展 似乎大家是乐观的 您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迹下来进展看法如何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包括最近的那个就是川普总统到纽约经济俱乐部做午餐演讲 主题也是贸易和经济政策 也提到了就是贸易上面应该是会达成一些协议 确实是就合则两立 就是美国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的话我想最终一定会达成协议的 只不过现在在一些细节上还进行这些磋商 但是我想华尔街对还是比较乐观的 是那目前看起来好像到了这个年底好像一切都还不错 不管是这个利率走势啦 不管是刚刚提到这个中美贸易看起来也乐观 剩下最后一分半钟能不能提醒一下投资人 接下来有没有一些风险或一些关盘重点值得注意的 风险还是很多 那首先来说这个对于美国政府是吧 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就是叫什么那个国会对总统的调查 这挺大的风险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美国以外的话呢就是一个英国退欧 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三年了 那实际上是反复在折腾 我们也是希望绝大多数投资人都是希望尽快能有一个结局 但是呢英国退欧呢是不断被推迟 然后每次推迟对于市场都是一个不确定性 大家都很担心 另外呢还有很核心的一点 也就是一个全球的经济同步放缓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估计和对明年都在不断调低 那这个呢整体还是一个挺大的风险 就是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风险藏口 注意到就是虽然美股最近不错 但是的话这个全球经济这个背景并不是非常乐观 还是要注意谨慎投资 所以说就是虽然目前美股是乐观的 但是大环境还是有些风险啊 那投资人应该还是要乐观之下还是要谨慎的操作 是的确实是的 好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凯文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 好谢谢 陈凯峰先生表示他认为呢股市仍有几个百分点的上涨空间 因为美国企业仍然获利良好 再加上美联储採货币宽松政策 因此他对于年底前美股仍然是表示乐观的 尤其是房地产当中的医疗物流中心等等的类别 但是他也提醒投资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英国退欧以及川普总统的弹劾调查 仍然为股市增添了风险投资人 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做个建议与参考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